来 董事长 博总到了 董事长 你好 我是解药 来 坐 来呀 还以为助理会 跟你是一样的 是个狂妄自大的 孤僻怪人 当然不是 你这么评价我 你也这么认为 是谁一生不想就 把我调职的 金小姐 是我让靳言 来公司调查的 可她坚持 要你倒置了 才肯接手 所以 只好调动你的工作 我 我以为 你俩都谈好了 没想到 你还是这样的 我心我缩 已经谈好了 就在刚才 说成事吧 前段时间 公司在红叶山庄 开半年总结联谊会 婉婉威 在自己房间的浴室里 割完自杀 留遗书 身上没有攻击 与伤痕 家属要求不做事件 警方最终 已自杀结案 自杀结案 对你公司 没有任何影响 你身为公司的董事长 严思德见都没有见过一面 为什么要审查 并不是我想要审查的 一个月前 我开始不停收到这封邮件 邮件里说 王瓦威的死因 不是格外自杀 而是另有黑幕 而成语公司的高层 为了掩盖一切 付给死者家属十万 要求不做事件 你有眼开吗 陈宇公司光在内地 就有一千多名员工 在收到这封邮件之前 我根本没有过多 关注过这起自杀事件 更不可能存在什么黑幕 邮件里付了一张付款证明 王老卫的父亲 的确收到了十万块 付款方是一个 命运的海外账户 发邮件的人 对这个账户 信心的追踪 他声称已经掌握证损 这个来自美国的账户 才是真正的付款 谢谢 是谁啊 是谁 很显然的 你认识这个账户的主意 你看起来很紧张 是谁 你看起来很紧张 易阳 谁 这位女士的未婚夫 易阳这半年 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 我相信他跟这起事件 没有关系 可是这确实是他的账户 如果你想掩盖犯罪事实 你会用自己的账户打击吗 所以 我希望你尽快查清楚 这件事情 到底是谁在幕后捣鬼 还有多少事情 是我不知道 我不想让这件事情 一直烦我 好 知道了 我自己想要 不过我想先请你 答应我一件事情 是钱的事吗 简阳似乎很喜欢 她现在的工作 等调查结束之后 我希望 她可以继续在公司里 做她的默默无闻的 小职员 我知道你善于 控制舆论 掩盖事实 所以 请不要让其他人认为 她是职场女感叹 双面女白里之类的 莫名其妙的人 可以吗 没问题 谢谢